这胖小子我认识 哈哈哈 你不那个小美人工作室的大宝子吗 哎呀我 哈哈 啊那个 为大家介绍一下 哈哈那个大宝 哎哎哎来了 这位呢 就是我英俊潇洒 风流乞讨 学富舞车 才高八斗 五官清秀 高大威猛的 魏关峰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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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 啥 哈哈哈 你刚才说了这么一大堆 哪个能跟他爱上啊 不是 我问问你 你到底爱他啥呀 那你爱我爸啥呀 哈哈哈哈 你这叫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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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哎自己压一下哈哈 谁也不知道到谁家了 那个 你家的戴哥知道我不找你 是不是得整瓶水啊 这不看爷爷 哈哈 不是你先等会你管我叫什么 他爷爷啊 啊小米人说你是他未婚夫 对啊 你管我叫爷爷 哈哈 你咋不管我叫祖先呢 哈哈哈哈 啊 这这些哈哈 你不会排班啊小伙子 那个 你能给倒点水 你等会你就别整水了 啊啊 你这油奶你整水 你抠不走 你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呀 这就是灰山仙博士鲜牛奶吗 对对对 哎呀 嗯 三点四克优质蛋白 嗯 口感纯香 我还没喝过你 那啥呢 那我先选一个了啊 不好意思了 你慢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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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太好喝了 哎呀 哎呀 小伙子 哎呀 我问问你 你是干啥工作的啊 我这不是小米粒工作是 哎呀 我没工作 没工作你煮的吃啥呀 哎 这这这 靠我爸 不是 你爸我认识啊 你爸不就在小区对门的竹梯店里捏饺子吗 哎 对对对对 后来上旁边的饺子馆捏饺子了 哈哈 现在饺子我不捏了 现在干啥呢 哎 现在主要俺家的经济来源 就是靠借 借啊 那你跟别人借钱 你将来不得还呢 哎 还啥呀 我家的家产啊 那都是我爸辛辛苦苦 委屈求财 一分一分 凭本事借来的 凭啥 不是我我没明白啊 啊 就是你爸欠那么多钱啊 现在还敢出门吗 呃 现在出不出门我不知道 反正让警察的都半年了 哈哈 我那你你你你爸先不在家 那你靠啥活着 我我我我靠抢红包 下哪儿抢红包啊 灰心哪儿抢红包啊 哎 在那一你把我家好友咱在你家群里去看看这事 我我可不家我爸去抢我 那啥 你妈妈 啊 咱家互贵在那儿 干啥呀 那个 你给我掌声我俩要登记一会儿明天就下班了 登记 快快快 啥玩啊 啊 你你们俩要登记啊 这么大个事你跟你爸商量了还跟你妈商量了 哎 自己做主了 只要登记啊 你可真气死我了 大米烈 阿米烈 哎哎 赶紧上 跟我说 小米烈 你太不像话了 嗯 你这大宝这人 行 挺好的 都统一 嗯 说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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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说啥呢 啊 啥玩意都统一呀 这个人靠不回他 啊 啊 哈哈哈哈 来了 来了 我都别 请问你是阿米家呀 阿米家 阿米家小错 哈哈 阿米啊 这都多长时间没见了啊 想死我了 你一点都没变 瞅瞅把你胖的 啊 是不是怀孕了 啥声声 让我爸给你攒点背鸡蛋 我给你下奶 哈哈 没怀孕 啊 我没怀孕的胖这样 肯定是男孩 要不然不能变这么磕的 哈哈哈哈 哈哈 女孩 女孩行了吧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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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小叔一样 一开玩笑就生气 你看那个翠儿啊 我我我没胖 我就是瘦的不太明显 哈哈哈哈 还不好意思了 那怀就怀呗 你有啥不好意思的呀 啊 你说你要是怀孕了 你还不得像踏实的 怕你像个鼓子 哈哈哈哈 哈哈 你像谁啊 这鼓谁啊 你说啥呢 这不大姐啊 哎呀 大鼓 不是 什么谁大鼓啊 大姐啊 我那意思就是 你的身体好 你可不能再吃了啊 再吃你就爆炸了 哈哈哈哈 啊 这个是 啊 这个你忘了吗 那个这是我小妹妹 小米面 长多漂亮啊 小米 对对对 小米 我有印象 那小是我长的 那跟 跟个虾毛米似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这天能不出虾的 你看长大了 变这么漂亮 这算哪说理去啊 哈哈哈哈 什么话 对不起啊 哎 你好 这我大姐夫 啊 啊 你好你好 大姐夫 哎欢迎你啊 这几个女的当中 属你最漂亮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其实 就毛发重了点 哈哈哈哈 啊 那我是男的 肯定毛发重嘛 对呀 哎呦大姐夫 哎哎呦不会说话了 其实我夸人吧 就会这一句 哦 夸我儿子也就这一句 哈哈哈哈 啥 说话 你怎么用不行吗 大姐夫 哎 对不起啊 啊 他有点直 没事没事 我们都是一个道上 哈哈哈哈 但是我发现他倒好 后来呢 没了 哎呦妈 你感觉笑话太冷了 都能滑冰了 这啥去了 哎呀 老妈呀 包子啥时候熟啊 包子熟不了了 都在龙体里都生气呢 我今天这气氛不贵呀 真是 不是吃脏药了都啊 你说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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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谁也没说 你说谁呢 哎呦 哎呦 不是这是咋的了这是啊 咋的 啊 給我跑 一鹅 放下 你干嘛 为你而做主啊 不是 这什么乱七八糟啊 这都是 给我闭嘴 白鱼老 金钱盼锥 向上邪桌 耳末里头分尸 耳术一广过城门 五马朗七家人也住场 鬼魂男儿 真荒唐阴满 妻子良心 藏地的吉日 生大厂和庄之家 只在凉凉的大堂上 谁说 谁卖冒冒冒冒冒冒 你要呀切齿 为那庄 王 这是怎么 什么乱七八糟 这穿越了这是 那人都 都累了 这干啥呢这是 你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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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啥呀这是 哎呦我的妈呀 这怎么乱七八糟 这一家人 妈呀 哎呦 哎呦妈呀 你咋来了呢 不是 你这都啥月份的 你还往外跑啊 你这是干啥呀 没事吧 妈妈 你这 这么回事啊 哎呦我的妈呀 你来来来 我开架 你别动 你再把你给伤着了 哎你这脸上是脑子了 我可以跟你出啥事了呢 就是出事了 这不挣闪着呢 钱顺芬 你这个陈世梅 你这个臭不要脸呢 今儿你要不告诉我 这女的是谁 我就 我就闹死你 她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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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他们不知道咱俩啥关系啊 哎呦这没来得及跟他们说呢 哎 我说他们咋误会我了呢 是这么回事 你别说了 说 说说说说 来来来 你慢点 你慢点 哎呀就这两天的事呢 你说哎呦我的天呐 我就 是这么回事 我呀欠她老公一点钱 她老公呢前段时间就出国 到国外办工程去了 她呢就跑我公司来 给我要钱来了 我也没钱呢 她就跟我说 前世梵啊 你不会因为这点钱 跑了吧 我说我能跑吗 我脱家带口的 啊 你要不信的话 我天天到你家报道去 就这么的 我天天到他家报道 四五个月了 我这钱呢也没周转过来 他这肚子可一天比一天大了 你想我跟他老公是朋友啊 对吧 我不能不管呢 我就照顾他 就照顾了四五个月 他就挺感动 就说 陈世梵啊 不行这钱不要了 那不行 我前世梵做生意 欠钱必须得还 我都说还了 你说你今天你还跑来干什么 不是我好几天没看你人影了 我心里别再因为我这点钱 再想不开 妈呀 我有啥想不开的 我欠钱欠多了 我呀 所以我今天来就想跟你说呀 陈世梵 那钱 不要了 看见没有就这么回事 就这么点事 你 今天大妈妈 咱可以结案了吧 哎呦 孩子们你们文正妹 我包好了 包好了 赵云快走 王小倩你干啥呢 我这打牌位呢 你早不来电话 晚不来电话 你这时候来电话呀 赶紧的 有事快说 怎么的 咱俩一块买这张彩票 中奖了 中了一万块钱 哎呀 王小倩啊 你告诉我这个消息啊 就相当于告诉我 我一个人单枪匹马 把人家团灭了 可能吗 可能啊 真的啊 哦 那行 小倩啊 那丑话说前半 这个中奖 咱俩是不是一人一半啊 一人五千 没毛病啊 那行 赶紧给我送过来吧 啊 等着你 嘿嘿嘿 你看看 小小的一次相爱心 就得到这么大的回报 钱师芳啊 哎 那个 师芳啊 最近这两天 有没有做什么 不让我知道的事啊 没有啊 想好了再说啊 哦 刚才我偷偷地打牌位呢 给我上班拉起 不是这件事 你给我过来 啥事呢 啊媳妇 你跟王老千这个事 哦 王老千这个事 哎呀王老千这可是好事 刚才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他告诉我啊 我们两个合资买的那张彩票啊 中了一万块钱 合资买个彩票啊 彩票多钱一张 两块啊 习惯了 十来年了 那就是说你还挺忍辱负重的呗 我 这是不正经家庭 雇佣你这不正经保姆呗 哎你咋说话呢你呀 你咋说话的 你咋说话的呀 赵刚在家问啥 这怎么回事啊 哎呀我他妈呀 你又来了 我估计着今天 你就得来我家闹了 站那儿 我跟你说 为啥锁你车 坐那儿 坐那儿也是这个话 为啥锁你家车 毕章 刚刚 哎 你的个人情况呢 我已经完全掌握了 我啥情况你掌握了呀 你口味挺重啊 我是爱吃大葱 对顿顿他都吃 你就别说话了 赵刚刚 我告诉你啊 你的个人爱好呢 我可以不妨碍 但是 姐今后在小区的所作所为 你必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以后咱俩金水不犯河水 你听见呗 我咋觉得我啥事被他拿着了呢 他拿我啥了 行了 别装了 我不都说了吗 你的秘密 我可以替你保密 不 等会儿等会儿 我啥秘密 你替我保密啊 还不得让我说明吗 你说 洗澡 啥洗澡 脱澡 哎呦我的妈呀 脱澡也算秘密啊 我全中国都有这个秘密 行 行 都对啊 行 妈溜的 把我车开开行吗 车肯定给你开 但是我再次跟你说 你要是乱停车的话 以后还得锁你的车 不是 赵钢子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啊 你在这跟我俩臭不要呢是吧 什么臭不要 你信不信我到物业一扒吧 你这身皮就得给我扒了 呀 咋的 你还要到物业告我去呀 这回你又告我啥呀 都是本地狐狸 你在这跟我俩装丢呢 你看 来了吧 哎 赵副经理啊 哎 甘经理 问你点事啊 啊 平时你们家都谁洗衣服 那个啊 那个 我啊 我洗的 我洗的衣服 你闲的呀 好 那衣服在盆里待着好好的 招你得你了 是 你没事聊是他干啥呀 那个 天经理啊 今天这衣服啊 确实不是我洗的 那你告诉我 今天这衣服谁洗的 我洗的 洗的好啊 小米烈 咱们女孩子 不是 你们女孩子 就应该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 非常好 那不是说洗衣服不好 洗衣服有啥不好啊 问题是晾衣服的 赵刚子 今天这衣服谁晾的 也是我晾的 晾的对 小米烈 天这么热呢 衣服我洗完不晾不馊了吗 主要是晾衣服这个地方 赵刚子 乌业说没说 三零五神强调 不让私自大量一架 怎么着乌业副经理 这点事传达不到位吗 是我错了 我下回一定改正 我再传说一遍啊 以后 规章制度绝对不能破坏 再破坏的话 我跟你讲 大姐夫可是容易发脾气的啊 笨笨 你这么凶呢 哎呦不 消气啊 哎 大姐夫 这现在你现在是什么职位 我啊 我当物业副经理啊 那你怎么跟业主说话呢 啊 跟业主说话 好好说 和颜悦色 知不知道 你说就你这态度 我能不批评你 去去去 烦一烦一烦 大姐夫过来 啊 谁啊 跟谁俩整下整下呢 他干啥的 不是 这我们单位的经理 你现在在哪呢 在家呀 那你怕他干啥呀 你在咱们家什么地位呀 大姐夫啊 对呀 你大姐夫啊 他呢 他是有可能是咱未来的三妹夫 你先别说有没有可能 就算他现在是咱家三妹夫 你俩中间是不是还格格二呢 是啊 是格格二 对呗 那你怕他干啥呀 你这个时候你这么惯着他 你信不信你要给他灌出毛病来 以后咱们家前准分 左边给你挖坑 他在右边就敢给你买土 你还能有出头之日吗 是好 还是好 low他 他 前妹妹 啊 lozy 什么啊 那个 你在家里边 你对你大姐夫是怎么说话的 你对大姐夫什么态度 大姐夫 那个 有什么吩咐 我这二过来 我这二太难听了 三过来 这不就好听多了吗 大姐夫 我跟你说啊 未来的妹夫 以后你对大姐夫你得客气点 是不是 是 以后你真进了咱们这个家 你就是我三妹夫 你得跟榜样学 你跟好人学 你别跟前生奉学你知道吗 天天第一个铁锹给我挖坑 哎 听见没 我那个不拿铁锹挖坑 嗯 我主要找你是谈谈工作 经理行致事 哈哈大姐夫啊 啊 大姐夫你说 那个 我我知道天经理这事确实是我们的 他说啥呢 我还没进屋 我就听着你俩在这孩子孩子 谁家孩子丢了 媳妇咱家孩子丢了 啊 咱家孩子奔跑在来咱们家的路上 半岛上大姐夫给劫走了 啥玩了 鸡巴嫂子 快几乎吃饭 没饿了 好好好 吃饭吃饭 哎呀 吃吧吃吧吃吧 就知道吃啊 咋的了 没吃药啊 吃了 她今天刚吃完 那喝的是汤药啊 还是喝的强药啊 告诉你一个悲痛的消息 你大姐 大米粒人家又怀孕了 啊 哎 你等会儿 这叫怎么说话呢 你大姐怀孕了 这怎么还成了悲痛的消息呢 啊 大姐呢 哎呀 你看看大姐 你看人家那大脸盘子 大身段 那就是当妈的脸 哎呀 不像有些人 光打鸣不下蛋呢 啥意思呢 你孙女分啊 我这一进屋 你就一记一记 跟谁俩呢 哦 我说我自己呢 我说呀 我没长一个当爹的脸 是啊 你是没长一张 当爹的脸呢 你长一个孙子似的 谁跟你争呢 哎 哎 怎么的 我说你 你还冤枉了你 啊 你看人家大姐大姐夫 结婚不到一年 人家妞妞就出生了 你现在闭嘴吧 人家现在 你闭嘴吧 你不就是因为没寒 你心里不舒服吗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还有跟你没关系吗 你跟大姐是一个妈生的 亲姐俩 我告诉你钱志芬 我二姆林区医院检查过了 我没毛病啊 我让你钱志芬 你检查 你检查了吗 我也没问题 你是得检查检查 对不对 全家人都刺激我是不是 我检查什么呀 我检查 我没问题 没问题你喝药 我喝什么药 我喝药 药不都让你喝了吗 大姐夫 我没想喝 他不喝 我怕浪费了 喝你喊 这就是疗效 我妈我爸花那么多钱 给你买的汤药 你都让大姐夫喝了 你真行啊 钱志芬 我告诉你 就趁你这处 咱俩最辈都不想还上孩子 你就学着去吧你 你气死我了 你这事仍赖我呀 大米 你别生气啊 你还赖我 你别说话了 顺芬 你还吃什么人 你干什么呀 顺芬 你怎么了你这是 什么事都赖我 不是 你别说话了 行不行 你哪有这么跟他说话的呀 太不像话了 你这是 是大姐夫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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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着急吗 这事你说 全家都替我着急 我再不着急 我成什么了 我是小气 小气啊 那你上一边 小脸啊 你是小脸啊 阿姨 这脸 啥时候是个头啊 你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 阿姨你好 我就是黄小黄的男朋友 帅气的保安 你小脸 哎呀 你这是要跟 跟阿姨大舞啊 不是不是 小姨是大舞 那个妈 你小小听话 我敬礼 经理你弄哭腾的干啥呀 又起了 妈 我男朋友 看见了吧 看见了 满意吗 满意 相信了吗 相信 回家吗 哎 阿姨 慢走 来 回什么家呀 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他说呢 来 脸儿 来 人家还又不过 妈 我告诉你啊 赶紧上那边 把李宝杰给我顶住了 知道吗 不准让他来 妥妥必须 你就放心吧啊 去吧 脸 脸 脸 来 坐下 阿姨好 你好 小脸啊 阿姨想跟你聊聊天 你放心吧 阿姨 我可善谈了 那就好 阿姨想问你几个问题 好不好啊 就来吧 你又问不住 不是 就是你问什么 我都能回答你 好 你喜欢我姑娘啊 我老喜欢她了 你喜欢她哪儿啊 我 她呢 这个 你猜一个 阿姨就知道 我女儿优点太多 你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了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有点多 我告诉你吧 我女儿打小啊 就爱美 是 可爱美了 是 你知道哈 那现在不行了 就小时候啊 对这发型就有要求 一到那理发店 就跟理发师说 给我来一个板寸 平寸 毛寸 你先寸一会儿 你先等会儿 这小子不知道 这姑娘 好像这三个同行都一样的 反正我姑娘长得漂亮 书啥头型都好看 那是 我女儿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那就是善良 哎呀可善良了 从小啊 她就喜欢那些小动物 就喜欢那小猫 不是 就喜欢那个小狗 也不是 那喜欢啥呢 毛毛虫 羊娜子 骷髅鹅子 我的猫 真的 你看你看你这表情啊 就跟他小时候那些伙伴一样 他一拿出那些毛毛虫啊 就给那些小朋友 多有爱心呢 那些小孩吓得 就你这样 他就抓着活领子 就往里塞呀 就就就往里塞 哎呀 行了行了 都五岁的身体 那干啥呀 妈这不是想讲讲你小时候 让他多了解了解你吗 小脸啊 你了解了吧 了解了 深入了解我了吧 深入了 你看妈 这深入 来走吧 不行不行 我还没深入了解他呢 来来来 别坐这儿 来来 这多好啊 阿姨问你啊 你们俩认识多长时间了 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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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月 零三 一年零三个月 明白了 哎呀 那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是在什么地方啊 喷泉 公园 不用解释了 阿姨明白了 一定是在喷泉里的公园 不是妈 是公园里的喷泉 对 那个地方是不是特别美 老漂亮 妈你想看不 我想 我现在也带你去 对啊 给你讲俩两个故事 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我不能去 我还有很多话要问他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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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干啥呢 你这些飞进来的呀 还没找他呀 那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 咋的了 什么事完了 顶不住了 他要来 你能吃过 乃 我